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 同时我们一向也依法依规管理互联网 欢迎来到404档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CDT周报 我担心哪天我的上网证就被吊销了 我是Frank 我是你来讲 过去一周 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四篇 每日一语新增网语五条 大时机收录热点事件三件 刊登读者投稿三篇 7月27日至8月3日 这一周公安部和网信办联合起草了一份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 于7月26日正式发布 并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该管理办法 你对于所有的网民统一核发网证网号 作为唯一的互联网全平台身份认证ID 即网络身份证 网民在申领网证之后 无需再向各网络应用提供姓名 身份证号等信息 官方称 此举可以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减少互联网平台 以实名制为由采集 留存公民个人信息 即便这一管理办法还处于征求意见期 但是有媒体发现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 目前已经在多个应用商店出现 其最初版本的上传日期 竟然遥遥领先到了2023年6月 这也足以证明 网证网号的新规通过只是一种必然 所谓的征求意见 仅仅也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2024年3月 全国人大代表 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 网络警察分局 副局长贾小亮 将一份建立国家统一 网络身份认证平台的建议 带上了全国的两回 此后不到5个月 该提案就已经成为了管理办法 并且进入了所谓的征求意见期 有网友评论到 如果贾小亮真的是网证网号的发明人 那么他的历史地位 足以比肩防火墙之父 方便兴 该政策将把对内信息管控 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 在微博发文质疑网证网号 是给网民安上监视器 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健康宝 只不过是将社会管控日常化 与常态化了 一方面 一个人所有的上网痕迹 都可以被轻易加以收集 另一方面 一个人的上网权益 可能会需要 经由相关部门的许可批准 因此 该管理办法的真实用意 是指向了加强对个人网络言行的管控 有网友调侃 多年前 持证上网的网络段子 正在成为现实 我担心 哪天 我的上网证 被吊销了 的确 当个人网号 与全平台账号绑令之后 理论上 只需封个网号 就能一次性 全平台封杀 如果发表违规评论 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微信 支付宝账户 那是不是 多数人就会自我限制表达欲望 与言论尺度呢 毕竟 每个人似乎都只有唯一一次的言论自由 最终 劳动院的原微博 及多篇网民评论此时的文章 遭到了404 与此同时 中国数字时代 还测试发现 有至少八个 与网证网号有关的微博话题 被屏蔽 这显示出 当局正严厉管控 办法落地前的民间舆论反弹 所谓的收集意见 无非只是拙劣的民主秀罢了 在过去几年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治安管理处罚法 爱国主义教育法通过时 这样掩耳盗铃的场景 总是反复出现 目前 微信 淘宝 小红书 等67个APP 已经启动了 网络身份证试点 经过测试 申请网证 需要通过身份证认证 人脸识别 手机识别 设置网络身份口令等 一旦申请成功之后 便可一键登录 各大互联网APP 以及政务APP 许多网民 已经通过这个注册过程中 看出了它与 现行实名认证的不同 过往的方式 主要依赖于 实名手机号的认证 但是手机号本身 可以反复注册 销户 转移 或者是借用 也就存在了 被冒用的可能性 并且 不同平台之间 用户的实名信息 并不共享 官方需要统一的调取 也存在难度 但是在网证网号 制度推出之后 用户的实名信息 被统一到了 国家级的平台 个人名下 持有哪些账号 便一目了然 无所遁形 不仅会更加方便 有关部门 落地查人 理论上也确实可以做到 一件封号 全网拿黑 试想一下 当一位网民 在网上发布了 针对某位高官的 爆料信息 那么最高效的 无嘴方式 难道不是查明其网号 然后对于网号 所绑定的 全部互联网账号 进行封禁吗 这样会大大降低 有关部门的监管成本 维稳成本 反之 也大大提高了 他们的权力和效率 也正于如此 有网友担心 网证网号 最终会演变成一种 上网资格证 甚至会和一个人的 信用分数 爱国指数之类的挂钩 自觉于人民者 将失去 上网发言的资格 还有网友预言 此举并不会改善 信息泄露的现状 相反 掌握权力者 会开辟他的更多用途 疫情期间的 郑州富红马事件 便是一地 此外 也有网友谈及了 他对于社会伦理的冲击 一旦隐私的概念 完全不存在了 那么社会的管理 就是一场木偶游戏 人的尊严 便会受到巨大的侵犯 全球首见的 网证网号制度 未来如何运行 以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仍然有待观察 但已有网友 设想了这样一副 恐怖图景 首先 为民请命 率先提个人意见的 劳动宴等 可能会被率先封控网号 成为最先一批 被网络红马的人 理由大概是 对国家的 异议清零政策 指手画脚 而其他尚在国内的感言者 可能会为了保住 基本的生存权 而大大减少 强烈的批评尺度 将主要发生阵地 牵制墙外 就连胡锡进这样的 爱党礼中客 也可能会在许多议题上 被迫晋升 在过去的一周 有传言称 胡锡进因评论 中性箭头实习生事件 而遭全网禁言 他在微博上如此写道 引号 如果这个大一学生 开保时节等超常享受 确实来自其家庭的不法收入 这一次 他的家庭绝对跑不了 截至目前 胡锡进的微博 已有六天 没有任何更新 实际上 如今 在任何的舆论热点上 都可能会出现 言论禁区 这也是为何胡锡进 都愈发难以维持平衡 以巴黎奥运会为例 面对 到底是谁在炒作 所谓中国兴奋剂事件 这样的微博热门话题 在墙内 网民只能发表指责西方的声音 如果强调 中国游泳队 确有服用兴奋剂的历史 那早在八年前 就已经达到封号标准了 当然 最令人忧心的 还是像马翔宇 方易荣 这类雇勇者 前者近期实名举报了 苏州一商务局局长贪腐 后者则在湖南新化线 一座天桥再度挂起 四通桥标语 在言论管控完全走向极致之后 他们的网络痕迹 有无可能被一箭抹去呢 不过 也有网友对这一加速推进的 管理办法表示 且行且看 曾经看似肩不可摧的 动态清零不动摇 终以白纸革命收场 谁又能预料 历史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进呢 一周建读 2024年7月 中国数字时代搜集 整理了过去一个月 近7月1日到7月30日期间 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 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减 制作了本月的阅读视频 七月之声 想要观看该视频 参见中国数字时代官网 或者是我们的YouTube平台 CDT阅读视频 2024年7月之声 对于网证网号 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表示 形象地说 网号和网证制度 就有点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健康宝 治理思路上如出一辙 只不过是将通过健康宝的 社会管控日常化和常态化了 网号制度就相当于 给每一个人的上网行为 安装了一个监听器 所有网上的痕迹 包括浏览痕迹 都可以一网打尽 轻易地加以收集 详情请见 南方都市报被删除的文章 网证网号来了 两部门新规 征求意见引发争论 试点APP已经上线 过去一周 巴黎奥运会的系列事件 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讨论 7月26日 巴黎奥运会开幕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 全程转播开幕式内容 然而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 许多镜头内容 与中国媒体长期以来的 播出标准相比 都显得十分开放 一些革命 变装 女权 LGBT等等内容 在开幕式中出现 这些都是被网民认为 很难在中国电视上 看到的内容 此外 在开幕式期间 巴黎主办方播出了一段 以LGBT为主题的宣传片 央视疑似 因未来的急做出切断等反应 而全程转播了这一画面 被网民戏称为 是央视有史以来 尺度最大的一次直播 此外 中国游泳运动员 潘展乐取得 巴黎奥运会 100米自由泳冠军 然而 中国游泳队兴奋剂事件 也因此再次被 墙内外的网民提及 在微信公众号 游马体育发布的一篇文章中 他这样写道 接受检查 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如果上百次的检查都没问题 那不正好打了质疑者的脸吗 如果时间有不合理的地方 也要按照运动信访条例 跟相关部门反馈 潘展乐破世界记录后 不厌其烦通过港媒 对外解释道 对中国游队的了解没有问题 直言相关次数传说是假的 年轻人有一个好 就是很不上路 不懈利用浑水阴谋论 为困难找任何开拓理由 这点比不明真相 却善于思考的网民 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中国游泳队的压力大 因为中国运动员 不仅要接受反兴奋计机构 正常的尿检审视 还要接受胜利主义者的道德审视 金牌审视 前者可以亲者自亲 后者却是刀上夹刀 与其谩骂外国人别有用心 不如加强食品安全 让自己吃得放心 在过去一周中 中信箭头实习生少爷事件 也引起网民关注 7月26日 一段中信箭头证券实习生 发布的实习Vlog视频 在中文互联网上爆火 视频中 该实习生高调炫富 网民们纷纷认为 该实习生和此前 同样公开炫富的 周杰等人一样 具有某些不可明说的关系 之后不久 有微博用户发帖称 该实习生为 华中科技大学体育学院学生 王乔楚 他以体育生的身份 进入证券公司实习 再次引起网民讨论 在微信公众号 沐希说发布的一篇文章中 作者这样写道 金融业不是算出来的 是打出来的 是拼搏出来的 这一拼 拼出了 不低于二本分数线65% 上985 拼出了 10点打卡 下午高尔夫 晚上羽毛球的轻松工作 拼出了 三家IPO企业 连夜改方案 拼出了 大批金融人 对程序合规的 再学习 所以说 没有不好的环境 只有不拼搏的人 金融加武术 金融加武术 谁也挡不住 一周惊奇 7月30日 湖南楼底新化县 有人在一座天桥上 挂起了与北京四通桥 抗议事件中 类似的横幅 并且用音响 大声播放 要自由 要民主 要选票 罢客罢工 罢免独裁国贼 习近平 警察 抗议事发地点 位于湖南省楼底市 新化县天华中路85号 距离当地县公安局 仅一公里 详情紧接 中国数字时代收录的视频 CDTV 湖南新化县 一座天桥上 再度出现四通桥标语 我们接着关注 2018年 清华大学毕业生 苏州工业园区 商务科科员 马某宇 近日在网上 公开实名举报 其供职的商务局局长 祝某 以及其团伙 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工作纪律 连结纪律 在政府采购中 围标串标 虚设项目套取资金 向省委巡视组 提供虚假材料 以及筑谋本人 学历造假等事件 详情请见 微信公众号 法度落的文章 清华毕业生 举报局长 需要更高一级部门 切入调查 一周讽刺 近日 胡锡进疑次因提及 中信电头证券实习生事件 而相当禁言 在微信公众号 近距离二 发布的一篇文章中 作者这样写道 老胡心里 明镜似的知道 那些人 包括周围 开保时捷 打高尔夫的体育生的实力 并不是凭本事 凭能力 凭实力赚来的 而是越过规则 以不正当的手段 攫取得来的 老胡没忍住 把这番说了出来 所以 老胡就被禁言了 近日 有网友质疑 贵州神烟草专卖局 公开招聘的岗位里 有两个是 萝卜坑 据悉 两个 卷研客户服务部 客户经理岗位 需求专业 仅限制为 体育教育 运动训练等相关专业 并且备注 特长生 具有 篮球 足球 国家二级运动员 以上资格者优先 对此 微信公众号 我是麦杰讯 这样评论 很多网友纳闷了 你们要招一个 卷研客户经理 就招吧 可你们非要人家 会踢足球 干什么呢 一个卷研客户经理 你们要人家 有二级足球运动员 资质 干什么呢 难不成 你们是想让人家 上岗后 一边盯球 一边卷研业 当事单位的 相关工作人员 对记者表示 此次招聘工作 已经结束 过程完全合规 单位确实是需要 体育相关专业的 毕业生 担任客户经理 而当记者就此事 又去询问 当事单位的人事部门时 当事单位 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 不清楚此事 随即挂断电话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此事合法合规 为何要匆匆挂着电话呢 既然合法合规 既然没有任何猫腻 那就应该 理直气壮地 回应记者才对啊 何必要匆匆挂着电话呢 一周声音 在外汇储备总量 多年没有增长 流动性日益减少的情况之下 通过各种机制 在国际资本市场 再次融资 这是官僚体系 最基本的理性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如何及时地 遮蔽暴风雨的信号 尽量避免搅动 公众潜在的恐慌情绪 则是一种惠莫如生的艺术 详情请见微信公众号 新兴莫存收录的文章 黄克坚 举债的艺术 另外我们来回顾一篇旧文 胡文辉 历史的垃圾时间 文化的悠长假期 他在文中写道 我愿意不必主观地说 1979年之后 就是苏联的垃圾时间了 戈尔巴肖夫 只是让这段垃圾时间 早点结束罢了 我想 历史的垃圾时间 这一个说法 绝不只适用于 俄罗斯的历史 绝不只适用于当代史 那么明朝走到哪一步 才算是真正的无力回天了呢 从1630年 崇祯自毁长城 到1644年 崇祯自杀梅山 就是明朝的垃圾时间了 一周故事 我们首先 来关注一位事实的人 韩志鹏 曾经做过工人 记者 编辑 在担任三届 广州市政协委员时 是许多老百姓的嘴涕 一些人眼中的刺头 但是他 最喜欢别人称呼他 板正书 他说 我本来就是普通的市民 详情听见 微信公众号 冰点周末的文章 一个爱说话的普通市民 走了 我们接着关注 阅读全文 请参见中国数字时代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 希望更多地了解 本期节目中 提到的话题 或者是文章 欢迎点击 简介中的链接 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